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智的灵光教会 互放光亮相约 各位大德、各位爱花的菩萨们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们常常说要为心找一个家 佛法是我们生命最后的一个家 最重要的一个家 所以呢 我常常跟我的学生相约 一起到寺院里面去 以花共佛 因为我们最会的就是 花意的这个部分 那我觉得每次到寺院去 就感受到好像呢 回到心灵的一个故乡 回到新的一个家里面 那各位爱花菩萨 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要运用的这个花器 那各位可以欣赏一下这个花器 其实这个花器呢 它算是一个陶艺家的一个创作陶 那我们知道呢 非常多的艺术工作者 都是偶心力血、降心独具的 那在创作的过程都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虽然各位看起来 这样好像很简单的一个雕塑 但是都是经过他们非常用心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新的故乡 新的家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要有心中的一个灵性跟觉性 那不管在创作的时候 或每天再过平常的生活呢 都会特别的清楚明白 那各位可以先欣赏一下 这个陶艺家呢 它应用了一个三角的一个构图 三角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构图 很多人都肯定三角的这个构图的一种美 那在三角的构图中呢 在做一些些造型的一个应用跟变化 我们知道呢 各种的造型它具备有12种造型的原理 那变化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在这个倒三角的中间呢 那应用了一个 一个好像坡 坡纹就是水纹的一个变化 那拉出了一个线条跟水坡的一个感觉 所以陶艺家把这个作品取名叫炫 就是炫窩的炫化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的有特色的 好 那我们今天呢 来试试看怎么样去做这个作品 那我曾经思考过 其实这一件作品如果要表现陶艺家的这个陶的一个特色的话呢 我们插很简单的花就可以了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呢 一种就是完全以陶艺为主 那花艺为辅 那有一种呢 就是说呢 我们完全把它当作一个花器来善用它 那今天我选用厚者 好 那各位艾卜莎可以看到呢 我手上有这样的一些 杜鹃根 那非常多的这个植物呢 我们都看到树干啊 树叶花的米 其实它的根部更是特殊 然后非常的有特色 那希望各位看到我手上这个杜鹃根呢 各位就可以很难想象 我每次人家问我说你用的这个是什么 我说杜鹃根的时候 很多人都很惊讶说 啊 杜鹃的根部这么的美 那我们把这个杜鹃呢 那因为台湾呢 有些时候或者是我们在日常有些时候呢 会缺水 然后杜鹃就会干掉了 那这些根部呢 我们就可以善用它 好 那我稍微把它找到一个 我觉得放进去比较有特色的一个空间 好 那各位阿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把这个杜鹃根卡在这一个气口上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这是一个陶一家的一个雕塑品 它并不是完全拿来给花衣 老师们插花的 但是呢 有这样的因缘可以应用到这样的作品的时候呢 我们今天真的觉得非常的喜悦跟感恩 但是也爱于就是说它不是以插花为主 所以它的这个洞呢就特别的小 所以我们在插座的时候就要更加的费心跟用心 好 那我现在手上用的这个叫做山葡萄 那这种花财呢 事实上在平常非常的少 它只有在夏季的某些季节里面呢 我们才偶尔有看到这些山葡萄开花结果了 那我把这些山葡萄呢做有一点点回旋过来的一种感觉 因为它这个花器取名叫做炫 就是炫窩的这个炫 所以呢我让它借由这个山葡萄 因为我们知道呢 山葡萄它也算是一种曼藤性的植物 那各位可以感受到 其实这些山葡萄它已经有点干枯了 因为我们知道呢 现在的节气已经进入了小鼠了 小鼠 那小鼠呢 各位知道夏季呢 就是已经过了一年的一半了 那那个小鼠呢 就已经到了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了 那夏天呢 同样的它也是有六个节气 那我们知道从立夏开始 然后经过那个芒种 然后夏至 然后小鼠大鼠 然后整个节气呢 就已经到了小鼠 已经到了第四个节气了 那我现在把这些 这些山葡萄呢 做一些些的玄绕 玄绕 让它 那我用一点点的铁丝 帮忙它做固定 让它可以 这个山葡萄 虽然看起来它是属于曼藤性植物 但是它也有它相当的一个韧度在 好那我给它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固定 那固定好之后呢 我再把这个部分呢 把它收一下下 因为曼藤性的植物 它有一个很好的特色 就是说呢 它可以互相的 勾在一起 那 那个 曼藤性的植物本身呢 它都会 比较 会长比较多的翅 那山葡萄虽然没有翅 但是其他很多的 曼藤性的植物 常常都会有翅 好 那我就利用这个 曼藤性的植物 这些山葡萄 把它做一个 有一点点特殊的一个造型 在上段的地方 所以各位曼藤菩萨可以先欣赏一下 就是应用这个花旗做出一个 蛮特殊的 这样的一个造型的一个感觉 好那 配合这个造型呢 我在下段的这个地方呢 我想我也来做一个造型 那我们刚刚有说过 一个陶藝家的这个作品呢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 把陶藝充分的表现出来 然后让花叉的很少 那也有一个方式 就是说我们应用很多的花材 把这个花气整个包覆起来 那我也会形成另外一个美感 好那我现在在下段的地方 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剑山盒 然后我再试用另外一块的这个 杜鹃根 各位曼藤菩萨可以看到 我这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杜鹃根 好那我把这个杜鹃根呢 插到我的这个剑山上面 在学花的这个过程中呢 也很深的一个感受 我常常会在插这个剑山的时候 就有一个心得 就是说呢 其实生命都是在学戒定会的 因为各位可以看到呢 你看这些花 当它没有经过这个剑山的这个 这个这个定 还有剑山的那个空间的戒要求的话 其实没有办法开出非常 就是说这些花只能够灵散的在桌上 它不能成就一个非常美的一个 画艺的一个创作 所以有时候在插花中也是感受到 画艺其实也是在修这个戒定会 所有的花它们也是在 在生命也是要经过这个戒定 最后才产生出这个光明的一个智慧出来 好那我藉由这一个海芙蓉呢 然后跟我这个三葡萄之间呢 我在做一个一个悬绕的一个感觉 让这些藤类的植物互相的产生一个 蛮特殊的一个空间的一个美感 因为 屈原在处持里面呢 它常常形容呢 它常常以 曼腾性的植物形容小人 那其实呢 我们知道呢 屈原也因为它有一种 个人对自我生命的一种 洁净的一个美感的一个要求 但是我们知道呢 其实人生在世呢 我们不可能 身边遇到的人都是美好的人 都是有各式各样的 各式各样的人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学会 怎么样跟什么样的人互动 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曼腾性植物 其实我们要把它处理得很好呢 有时候它也是非常的困难的 但是我们要 怎么样去善用它 比如说它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就是它有这个 它有这个 容易固定跟盘烙的这个特色 好 那我现在再把这些呢 再把它插进去 再把它插进去 好 再做一点点这个 这个 玄绕的感觉 好 绕在一起的感觉 好 那我现在可能要采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把它放过来绕 好 因为这样子呢 我这边呢 就会产生出比较多的一个 果实的一个效果 好 好 才不会一边都是果实 然后一边都是那个 一边都是那个 枝干 好 那我在这边呢 就也是一样 用一点点的铁丝帮忙做固定 好 那我们就 在这个花器中呢 应用这一个 应用这一个 特性 那在这个花器中做的一个 上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回落 那这也是一个造型的一个应用 我自己过去呢 我在学画的过程中呢 不是太喜欢这个造型花 因为我们知道中华花艺呢 比如说一个作者 一个创作者的一个心态 那你怎么样去创作这个花型 分为四大类型 那这四大类型就是 斜景理念细像造型 那各位阿布萨可以看到 其实我这个作品呢 它是以造型为主 但是我也有我这个 心像的一个表现 所以可以有 心像造型的一个应用 好 那我现在把它做了一个 蛮特殊的一个这样 上下空间的一个造型 好 那接下来呢 好 我再用一朵的这样的一个 蝴蝶兰 可以阿布萨可以看到 我手上有一朵 我已经从盆在上面 取下来的一个蝴蝶兰 好 那我们知道呢 蝴蝶兰它有一个 蛮好的一个优点 因为在这个眼热的夏天呢 第一个它的吸水 就是它根部不一定要像这样子 一定非要吸水 各位可以看到 我现在把它拿下来 那它比一般的花呢 还可以卖的天数 还蛮多天的 第二个呢就是呢 我这样子擦蝴蝶兰的话呢 可以欣赏到蝴蝶兰的 叶子根部还有花的漂亮 否则的话 我常常感觉就是说 我们买了很漂亮的蝴蝶兰的切花来擦 虽然它切花的花也挺漂亮的 可是我们只能够看到它的这个花而已 那我们看不到它的 我们没有办法欣赏到它的叶子 那也没有办法欣赏到它的根部 那各位阿菩萨兰现在就可以看到呢 我们这一个花呢 这个蝴蝶兰上去之后 不只是看到这个漂亮的这个花的一个美 那连背后的这个 各位可以看到这种根虚的一个 它的根部的一个运用 还有叶子的感觉呢 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好 那我们把蝴蝶兰高高的插在上段呢 那下段呢 我要选用一个 这个我们称为 绣球花 那也有人称它为紫阳花 非常美的一个花 那这个花呢在插花里面 它是属于松软块 所谓的松软块就是松松软软的 你摸起来它是属于松松软软的 那这种紫阳花呢 很多人很喜欢用在婚礼会场的布置 因为它就感觉很舒服 然后很浪漫 松松软软的感觉 好 那我在下段的部分呢 用一点点的这个松软块来插座 好 因为我们这个转盘 它本身有一点点这个平衡的问题 所以会比较不好用力 好 那我在下段的这个地方呢 用一点点的这个紫阳花 那这个紫阳花呢 每年在大概在台湾的五月左右 五月左右呢 我们台湾的那个阳明三一带 现在非常多的人种很多很漂亮的这个紫阳花 然后呢 这个花呢 它有各种颜色 比如说它有紫色的 然后它有粉红色 各种的紫 还有红色 还有白色 那各位看到我现在用的这个是绿色的紫阳花 好 我把它稍微插一下下 好 再整个短一点 因为这个我们的转盘在这边比较没有力道 所以会比较不好插好 好 那我用了一点点紫阳花收它的下段 同时把我的这个剑衫呢 做一个修饰 因为这么美的一个花气的旁边 如果我用的这个剑衫盒呢 没有修饰的很好 会破坏了整个这个美感 好 那我现在也加了一些杜鹃的叶子 就是下段呢 我收的有一点点那个松软快的一个感觉 好 那我把它 稍微的 好 那各位阿花菩萨可以看到 我这个角落呢 我运用杜鹃呢 把它空间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修饰 好 那除了杜鹃之外呢 我在下段呢 我再加一点点这个叶子 好 这个叶子 让我的剑衫盒看起来 不会不好看 就一点点这样的一个修饰 好 但是我也尽量在修饰的过程中呢 各位阿花菩萨可以看到 我尽量不要去破坏到 这个花气本身的这个纹路的一种美 好 然后我再用一片叶子做厚段的部分 好 然后呢 我再用一点点的这个南薄 这个南薄最主要 也是一样 就是增加作品的一个量感 另外就是呢 因为我的这个剑衫盒 让它感觉上 比较不会不好看 好 那这个下段的部分 我做了一些这样的一个修饰之后呢 那上段呢 我来用一个这个 蛮特殊的这个花 这个是 这个花呢 它是 也是进口的一个花 我问了卖花的人呢 他说这个花呢 叫做 进口的新娘花 因为它这个颜色非常的粉嫩 而且我觉得这个花呢 真的不错 那我 在这个炎炎的夏日呢 买了三天了 结果这个花还 开得挺好的 因为一般的花呢 三四天呢 它就开始有一点点卸掉了 可是这个 粉色的这个新娘花 看起来虽然柔柔的 但是它 特别的耐 特别的耐 所以我在这边上段的部分 在蝴蝶人的下段呢 我把它加一点点这个 粉色的这个 新娘花 那这个花也 很特别 也很特别又很美 它感觉很好 好 我再会把它加一点点 好 再下段 但是它的汁干特别的软 好 点细 好 那我还是给它 加上一支铁丝 但是它这个 花的汁梗 好嫩好嫩 好嫩 所以在上铁丝的时候 要特别的 小心 慢慢的把它上好 好 好 因为我们要调出它的花朵的这个羊面 好 因为我们知道擦花 那个 花笼的一个优美是很重要的 好 好 那我就用大概 三朵小小的这个 小小的这个 新娘花 做它的这个 下段的地方的一个收口 因为这个瓶口呢 它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小的 再加一个铁丝 因为 它这个花呢 因为枝干非常的千揉 所以它 那个 嗯 花的 花头容易下垂 好 那 花头下垂呢 插起来就感觉上 比较没有精神 好 所以我稍微把它上一下铁丝 来欣赏一下这件作品哈 嗯 我们应用陶艺家的一个 有一点点雕塑异味的 异象的一种 花器 嗯 应用这种比较 盘闹式的这个花材呢 把它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包覆的一个 创作 嗯 嗯 我们所谓的 信像花啊 就是藉由 我们的内心的世界 而来表现在 花艺的创作上 我们可以把我们 心中的一个感受 也 表现在这件作品上 啊 比如说呢 我们刚刚也提到说 这件作品是 用很多的 曼藤性的这个植物 啊 然后来插座的 我们也提到 屈原曾经在 厨池里面 以曼藤来比喻小人 啊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作品中 去感受到 很多各种的 嗯 环境呢 是 需要我们的内心去超越的 啊 那我们要能够 突破这种重重的困难 经过各种的磨练啊 啊 那最后像 这个蝴蝶蓝一样啊 哦 散发出生命的一种光辉 啊 那像这样的一个创作呢 它是结合 心像跟造型在一起的啊 啊 那因为过去呢 我们做的作品都会 比较偏 比较简单的一个 文人的意象的啊 啊 那 那藉由陶一家 这样的一个创作作品 啊 我们也分享一下啊 啊 这个心像造型的特色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件作品呢 各位爱花不插可以看到呢 我现在前面有一个这样子 一个红柚的啊 非常小巧的一个瓶啊 啊 那这个瓶呢 我平常是放在佛前啊 常常在佛前供一朵花啊 啊 所以那个啊 我们有一首诗呢 它说呢 沐西引述幻间 既以责政佳佳佛 述臣 莫怪灵山留一笑如来 原始卖华人啊 啊 那佛前的那种啊 免花呢 是真的是令人觉得非常的 嗯 非常有意境啊 而且以心意心的一种 那也感受到特别佛法的一种 浪漫的情操啊 那今天呢 因为我买了一盆这样的一个小莲花啊 那昨天呢 本来这一朵花是最盛开的啊 但是我们没有掌握那个音源把它擦了啊 那我觉得这么美的花呢 我们一定要掌握当下的音源 好好的跟我们这个佛心花海的这个朋友们 互相的 呃 节远也欣赏一下啊 啊也做一些简单的一个介绍啊 啊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呢 我取下了一个白色的青莲花啊 叫那个青莲花 那其实呢 在呃 呃 呃 中国古代呢 就是在唐朝之前呢 呃 在呃 魏晋南北朝 呃 呃 这甚至在唐朝之前呢 佛心的贡花 最主要是以那个 莲花为主 好 但是我这只莲花的高度呢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太够 啊 所以我应用的 我们可以应用一支 呃 各位可以看到我用了一支这样的一个铁丝 然后呢 我可以这样子 讓它的高度可以達到我想要的一個高度 我發覺還可以再高一點點 那鐵絲就是有這個優點 我可以把它折得再高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我想讓這支蓮花呢 稍微再高一點點 因為 我再換一支鐵絲好了 我讓它整個蓮花的高度呢 可以稍微的高一點點 因為如果我在裡面接了這個枝幹呢 我的意思就是說 接了樹枝的枝幹也可以 但是呢 鐵絲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能夠讓我重複的使用 因為它很細 然後我又可以在這個瓶口中呢 把它做一個這樣的固定 這是有點太長了 好 我們再試一下下 再把它穿進去一點點 因為我希望這一朵蓮花插起來的感覺呢 它是比較高的 好 那我把這一朵的青蓮花呢 把它插上去了 好 那我接下來呢 我再選一個蓮葉 選一片的這個蓮葉 雖然有時候我們覺得很捨不得 因為 但是能夠真正的用插花的方式 我們平常有很多的機會 可以在大自然中賞蓮 買蓮花 其實呢 在夏天呢 最美的一個感覺呢 就是能夠插蓮花 插蓮花 好 那我現在把這個蓮花的葉子呢 也稍微的應用鐵絲把它 增加一下它的高度 那也做一個弧度的一個迴旋的一個應用 好 那我再加入一隻的這個葉子 好 我中間用了一朵的青蓮花 好 然後這邊我用了一段的一片的這個葉子 那我讓它在敦煌的壁畫呢 也有一幅畫呢 它就是標示出也接觸出 其實最早的一個供花的形式呢 就是中間的一朵蓮花 然後左右兩邊呢 各一片葉子 來做它的一個搭配 好 那我今天呢 剛好有這個這麼美好的一個因緣 那有這樣小小的一隻花瓶 然後再加上有一朵這樣小小的一朵青蓮 那我們就用它來表現出一個 非常具有歷史的這個價值意義的一個 古代的在唐朝時候的一種供花的形式 好 那各位阿華菩薩現在可以看到呢 我把這個花把它給插起來了 那我們應用一朵直立向上的一朵蓮花 然後再配上前後各一片葉子 在這個炎炎的夏日 能夠用這樣一個很虔誠的一個 很清淨的一個心 做一個製成的一個佛前的供養 那願此香華 片滿十方 供養三寶 富華龍天 普勳眾生 共入佛字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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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 账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传播佛法 救护生命 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今天是六摘日 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栽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饮 不忘语 不饮酒 不眠坐华丽之床 不着香花慢 不香油涂生 不观听歌舞 不飞食食 也就是持斋 或舞不食 随醒您的功德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